好 以往你在这个量饭店听到的请支援收银 现在我们要换个称呼说请支援打疫苗吗 来看到面对春节防疫还有国际之间 熬梦狂变异株的种种威胁 指挥官陈始终宣布即日开放接种两剂疫苗 满五个月者提供半剂莫德纳作为第三剂的施打 首播对象包括了医护人员 机组人员 等一到三类的接种对象 总计四万八千元是符合资格的 而现在为了冲高接种率的破天荒 打算与量饭店白货合作设立接种站 像是在江华已经有五间的全联店面提供接种的据点 要让相亲觉得打疫苗非常方便 机组中心发言人装人详说 目前在屏东开放在百货公司来接种 民众逛街买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顺便打疫苗 那么全联表示他们愿意开放174站 174家的门市供设置接种站 可能是比较流感疫苗接种的模式 由医疗团队进驻卖场来接种疫苗 而且打这疫苗还可以顺便拿赠品 家乐福爱买等店家 现在也都表达要跟进的医院 至于夜间的接种部分 指挥中心目前联系的是 国军医院还有部立医院 而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丽明则是表示 除了医护 除了年长者之外 容易感染风险者 那么其他应该在进步的是要想到 如何进步推广到所有的年龄层 而亚东因为外科技创伤 加护病房的主任洪芳明 他更欲紧地指出 最快这个月或是一月份 就有可能出现病例 现在不打会来不及 民众到全联福利中心 不再指示买东西 现在去全联也可以接种疫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与全联合作提供接种据点 这张话共有五间店 很方便 停车方便应该是优点 停车也蛮方便的 蛮宽敞的 我觉得还不错 通常我们会选这个门市的腹地比较大的 有一个比较宽广的空间 然后这里可以稍微遮阴 至少让大家可以接种的起来 比较舒适一点点 全联接种疫苗 业者规划不排除会提供小赠品 另外全台24小时营业 连锁的小北百货业者 即将增添15家门市 也表示愿意提供接种场地 如果接收到这个部分的一个诊讯 我们也会做相当快速的一个评估 包亚卖场则表示目前没有相关安排 但未来不只有卖场可以接种 彰化线也规划在彰化火车站 园林火车站及商场提供接种服务 可以在这边打 不用等那么久 还是会去医院或诊设 为什么 感觉环境比较优良 经过讨论有建议的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我们车站 左手边的一个常乐里的健康公园 另外是我们是车站前面的水池 国外疫情升温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中央做好准备 和各县市政府合作 多了能在卖场和车站接种 让民众接种疫苗更便利 记者林一峰转化 采访报道